- 打到攝影機了啦... - 滿身駱駱駱駱! - 不好玩? - 運動量很大耶! - 這沒那麼軟 - 玩一個駱駱駱可以玩到滿身駱駱駱駱駱... 陀螺不是玩一個駱駝 駱駝怎麼玩 把駱駝綁起來這樣拉 重點來了 對… 為什麼要在這邊玩陀螺 為什麼… 你知道製作陀螺的材料是什麼 木頭 那為什麼這邊要做陀螺 為什麼這邊這麼多陀螺 是因為以前大溪這邊 整個其實都是森林 所以木頭很多 板橋林家在這邊 開始要蓋房子的時候 他們從大陸找了很多很多師傅過來 那這些師傅在這邊落地生根 做了很多藝術品 傢具 神桌 那仙霞之魚怎麼辦 剩下來的那些廢料也不要丟掉 可以來… 做成玩具給小朋友 所以這邊的陀螺很粗魯 那有這麼小的你要不要氣況來 這顆嗎 對啊 好玩的 好玩的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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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他的生這個 就好像要補那個這麼大顆 不過都打完陀螺了 我們就當然要來走走 最具代表性的大溪老街 可是老師你剛剛講到了 板橋林家 為什麼我們來到了大溪 會提到板橋林家 他們是張舟人嘛 變的 張全蟹豆 對 那張全蟹豆之後 他們就跑來這邊 那並且用石頭 築成了這個石牆 通一堤 但是為什麼要選大溪這個地方 因為大溪離板橋還有段距離 大溪其實是淡水河的最上榮 那當時貿易就從這邊開始 萬商雲集 據了解當時光是大溪 有什麼大溪 三四百間商行 那板橋林家也在這邊 弄了林本源商號 對 所以這相當於是 當年的信義計劃區 而且注意喔 他們當時在這邊 做了很多的開發 有很多的投資 那把他們收成的 比如說米啦 鹽啦 張腦啦 木材啦 通通利用淡水河運出去賣 過出的去 遠近前進的來 大溪發大財 其實早在清朝嘉慶年間 板橋林家就已經開始到 大溪這邊開發 並且開發水河 開肯荒地 讓當時的大溪變成 桃園最繁榮最新盛的商鎮 水源是最重要的 而且好像我看到這邊 大溪老街 這邊保留了很多的古建築 那時候留下來的 怎麼會這麼的標準 這麼一致 而且上面還有很漂亮的佛標 其實日本政府當時有一個 叫街道改正計劃 要求所有老城區的 這些商店這些店面 都要改用那種 河陽市巴洛克市那種 華麗的建築 你展現那種氣勢 真的很漂亮 那這樣子 我們剛剛講到的板橋林家 林家都來這裡 肯定也建了一個大宅院吧 一定豪華 就在附近吧 我帶你去那邊 都在這兒 前面 哦